人气时尚网红莫莉有着亮眼的外星 在个人社群平台上累计无数粉丝追踪 更成为了国际时装周的常客 她于今年5月出席品牌在南韩举办的大秀时 被网友发现抓着阿佑的手一丝丝身犯的行为 走到台韩两地网友言上 甚至有人叫她去死 但为此特别出面道歉 莫莉日前与社群平台发文 透露自己因为这件事情 整个月都非常自责 同时也因为自己做得不好 或做得不对的事情深深反省 她坦言面对恶意批评 以及网友的攻击时 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更透露自己在某天晚上 这个人的情绪都崩溃了 感觉身心都快撑不下去了 莫莉直言看见网友留言 叫她去死 或是看不起她的时候 也会陷入自我怀疑 感叹文字真的会摧毁一个人 尽管如此 她还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 强调自己不会因此停留在原地 会好好把握造就更好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